今天的行程呢,就是要去參加三島樓的tour跟潛水 然後是八點半集合 現在八點,我們先來飯店頂樓吃早餐 跟我的這次的旅伴Stanley from Hong Kong 哈囉 出發,史上最危險的駕駛 三天,外加肩和安全帽 傻眼 越南Style 現在呢,在珊瑚島,就是我們上船之後的第一個行程 Agency給我們做的行程,我們反而抱三島 然後現在呢,在珊瑚島,就是我們上船之後的第一個行程 現在變成四島,never mind 我們就來看一下就是四島行程會長的怎樣 剛一開始已經跳過了一個就是有水族館的島 然後現在在捏了一個島就是南湖的島 我們剛剛潛水,然後玩一下水之後呢,就再進行接下來的行程 到潛水了 好可怕喔 要下來囉 現在在船上準備去第三個島嶼 那在前往第三個島嶼的過程中呢,好像要唱歌 但是我們是絕對不會答應的 YOU,NO 因為他們叫我們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NO,我要唱我陪 OK 跟越南團一起Party Party 好可怕喔 我愛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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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一個 魚村 所以就是賣很多海鮮 你可以吃 現鮮補的 然後他會現綁米烹飪 現在要吃午餐了 跟船上的越南朋友一起 YA~~~~~ 在這座魚村 就推薦大家點海鮮啦 因為船上的東西非常不怎麼樣 就如果你沒有多付點錢的話 但海鮮也不太便宜 所以就是跟當地人一起分享吧 我們在這座島圖留了一個半小時 然後 因為人其實真的也是蠻多的 然後這邊有很多水上活動 所以如果有想玩的人 可以購買那樣的行程 然後呢 我們就在一直拍照 一直拍照拍到不行 現在Stanley他去游泳了 我現在就是一個人在那邊 發呆一下 看一下這個美麗的海灘 海灘的風景呢 其實就也太重 因為這邊呢 沒什麼都沒帥哥啦 看起來是風色 上船 要上船囉 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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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掰掰 Nice to meet you 掰掰 好的現在三點半 結束了我們從三島遊 變成四島遊的 荒謬行程 總結來說呢 潛水是蠻推薦的 因為可以看到很多珊瑚 然後價格也蠻便宜的 我們整個行程付了 八百 八十萬 像越南頓一個人 包含潛水 但其他的部分呢 其他那三島整個就是 有點不知道在幹嘛 因為人真的太多了 沒有很度假的感覺 還有船本身 很越南style 因為我們就跟了一個越南團 然後他們就在上面唱歌跳舞 還逼我們唱歌 逼我們唱越南代表我的心 還有茉莉花 這不是我們的年代啊 但他們蠻熱情的啦 而且他們人很好 對他們人很好 一直想跟我們溝通 可是我們就不會越南為人的辦法 總結來說呢 算推薦嗎 可以體驗一下 一定潛水是好的 對潛水是好的 好那我們要回飯店休息了 在來咖啡店之前呢 還去了旅行社 就是想要知道為什麼 本來三島變四島 殊不知那個旅行社的人 居然跟我們說 兩個是一樣的 就是三島跟四島是一樣的 然後我們整個傻眼貓咪 然後 反正就是他說 反正我們後來就會發現 因為我們想要去殘島 我們以為三島裡面 我們可以去到殘島 然後四島沒有 殊不知呢 三島其實是有兩個行程 就是有一個是包含殘島 有一個是沒有 然後價格不太一樣 所以呢 我們也沒有看那個剪照 當時 封面就是三島 對 我們就疏忽 所以我們也沒辦法說什麼 在此也是建議大家 如果要在殘島門行程的話呢 一定要去細看 他行程裡面的簡章 寫說他們到底包含什麼項目